美国天后马丹娜在今年6月被曝出昏迷入院 在加护病房抢救了数日 病情严重的她还一度被传出脑死的乌龙消息 另外一件十分担心她的状况 所幸她最终平安出院 顺利回家休养身体 而且马丹娜久违的发文透露自己的近况 并对家人和亲友表达感谢 她在文字中表示自己身为人母 平常总是为孩子而付出 没啥在这个时刻 自己却被孩子们保护着 让她感觉孩子们已经找到了 她也深刻体会到家人和亲友的爱 真的可以治愈好伤痛 此外马丹娜经纪人 也为她顺利康复地送上大礼 是一张由安迪沃和长径 为身穿Michael Jason涂样上衣的 凯斯哈林拍摄拍立德 三位都是想遇国际的艺术工作者 让她收到礼物的瞬间 忍不住哭了 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能活着 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更惊心自己能够认识这么多人 喝许多已经离世的人